从没见过这么执着的年轻人 为了拜师学武 不仅走遍了江南七十 还把师父当亲爹一样 累了负责背 病了给煎药 师父有危险 明明不会武功 还拼死相救 不小心惹师父生气 还跪在雨中淋了一夜 年轻人的执着是有源头的 他叫夏绍英 本是福建义武学世家的公子 却不想有天 父亲与人比武时惨遭击杀 夏绍英心中悲愤 想要为父报仇 却连凶手是谁都不清楚 他询问目击现场的管家 管家却告诉他 必须要等夏绍英成为武学高手才能说 否则就算夏绍英知道了 也是白白送死 在为父报仇的执念下 夏绍英便寻天下高手 耗事半年 他终于在这天 撞见了一位老先生与人对决 尽管老先生眉毛胡子都是花白 可他步履稳健 拳风刚猛 轻轻松松就把比他年轻几十岁的对手 耍得团团转 夏绍英叹为观止 想要拜师 却又觉得自己不配 纠结之时 一个头戴斗笠的白胡子老头却悄然出现 老头告诉夏绍英 这位老先生叫上官正 乃是江湖名门白眉派的传人 想要学武 他是天下最好的师父 有志者施敬成 老头鼓励夏绍英勇敢一点 还神秘兮兮的告诉他 如果夏绍英真能从上官正那儿学到本事 他就能让夏绍英成为天下第一高手 天下第一 那自己岂不是报仇有望 夏绍英难掩激动 当即就收拾好行囊 追赶上官正 双膝跪地就要拜师 可他满腔热忱 上官正却根本无意收徒 当即上船赶路 打烦他离开 夏绍英游勇追他 他看都不看一眼 并非是上官正无情 而是他有事要忙 原来上官正从白眉派学成出山后 便创建了正义门 三十年来他兢兢业业勃往出心 一直在做承恶扬善的好事 后来他帮助朝廷剿匪有功 皇帝念他武艺高强 匡扶正义 便遇刺牌匾 晴天一驻 还封他为江南全王 上官正心中欣慰 感觉自己一生无憾的他 本想就此挂贬 退隐江湖 却不想在挂贬当日 收到一封挑战信 新建署名不服人 对他江南全王的名号 根本不服气 上官正并不知晓 挑战者的真实身份 但即使对他江南全王的称号不服 多半也就是江南七省的各省全王 于是为了名正容实 上官正决定改变初衷 用实力让天下人心服口服 就这样 带着女儿和三个弟子 上官正一行人 跋涉江南七省 挑战各路高手 以福建为第一站 他们途经浙江和江西 一路走来战无不胜 却不想碰见夏少英这么个粘人精 没错 夏少英的败施方法就是死缠烂的 炎炎夏日 上官正汗流浃背 夏少英就把外套举起来 给上官正乘凉 大雨瓢泼 上官正感染风寒 夏少英连夜去找大夫 忍着困隐煎药 上官正病体未愈 不能涉水过河 夏少英就主动请营 背头过去 谁知不小心栽进河里 导致上官正病情加重 夏少英心中愧疚 干脆自己也在雨中淋了一夜 只求上官正能原谅 在这样的无微不至和推挤吉人下 就是铁人也得心软 果不其然 在又一次取得胜利后 上官正终于松口 认下夏少英这个徒弟 数月来的付出终于得到回报 夏少英喜结而起 先是遵照师命 和几个师兄学武 这一学不要紧 夏少英居然展现出 连上官正都惊诧的武学天赋 几个师兄需要一年半载 能记住的招式 他只削两个月就能学得有模有样 上官正倍改欣慰 甚至暂时放下挑战仪式 亲自指导夏少英 而夏少英也确实没让他失望 回神望月 俯首玄伦 羚羊出动 金蝉脱鞘 神龙百尾 恶虎降龙 金刚倒立 飞燕回朝 顺水推舟 白眉九世的招数 夏少英用半年就悉数掌握 而曾经欺负他的三个师兄 如今合力也不是他的对手 夏少英学成了 与此同时 师父的挑战赛终于打完了 回到正义门 上官正终于又取出那块玉刺牌匾 当着众多宾客 上官正提出 自己将会在半个月内接受各方提侦 如若到时还未落败 他就功成身退 彻底告别江湖 连七省拳王都不是上官正对手 怎还会再有人上门挑战 台下每个宾客都为上官正道歉 知道这只是为了走走最后的过程 很快半月时间已过 没有收到挑战的上官正 也终于要正式挂扁 上官正感叹不已 正欲开始一事 家奴却跑过来 大呼事情有变 夏绍英居然正打着一面武管的棋子赶来 得意弟子居然要恩将仇报 上官正难以置信 与夏绍英当面对峙 却不想夏绍英泪水奔涌 直言自己要报杀骨之仇 原来夏绍英本名叫杀小 正是上官正在福建第一战挑战的对手 杀震天的儿子 当年上官正与杀震天切磋 本时说好不分生死点到为止 可当管家跑来一看 却发现杀震天已经身中白眉拳横死 而上官正也就在身边 这么看来上官正无疑就是夏绍英的杀辅凶手 夏绍英眼含热泪向上官正赎罪 表示自己要为先父讨回公道 可上官正却气不打一处来 直说自己不是凶手 按照上官正所说 他那天与杀震天比武确实点到为止 可刚想离开时 身后就传来杀震天的惨叫 一个斗笠男正对杀震天狠下毒手 上官正赶去救援 却还是晚了一步 杀震天已死 而蹲在尸体旁的上官正 也理所当然被当成怀疑对象 其实上官正曾开验过杀震天尸体 也一眼看出 杀震天的确死于白眉权 上官正立刻有了怀疑对象 30年前他还在白眉派时 师父因长期慢性中毒身亡 临终前他把白眉十二世传授于上官正 告诉他白眉十二世以招破招 还叮嘱上官正藏好秘籍 以后收徒要谨慎 注意小心歹人 上官正不解其意 只好一直秘籍练习 不曾想就在有天练习时 一个蒙面人突然闪现 直接抢走后三世 结合师父的交代 上官正告诉夏少英 真正的凶手应该是他的师弟 夏少英的师叔吴亦峰 可夏少英此时陷入固有思维 不分青红皂白就要与师父对打 上官正无奈奉陪 白眉九世对白眉九世 打到天昏地暗也分不出胜负 上官正手下留情 想等夏少英火气消磨后 再与他细说 可不曾想白眉九世对垒过后 夏少英居然双臂摆动 一招恶鹰飞擒 直接将上官正抓伤 上官正惊疑不定 站稳身形后 他立刻询问夏少英 从哪里学来这招 可夏少英非但不理会 又使出一招螳螂翻身 直接抓穿上官正所 上官正越发震惊 逼问徒弟 到底和谁学的这些 夏少英犹豫 想要开口 一个带着斗笠的老头 凭空翻出 一脚踹翻上官正 斗笠取下 他居然就是上官正的师弟 古一峰 古一峰狂笑着承认了所有罪行 当年他抢夺白眉密集 却只抢到最后三世 一直心有不甘 为了报复上官正 他不惜下一盘大棋 在上官正退隐时 发出挑战书 让他去挑战各地拳王 趁机杀掉杀震天 嫁祸于他 接着又引诱夏少英 拜上官正为师 等他学成归来 再传授剩下三招 费尽心机 就是为了看到 他师徒两人自相残杀 可惜夏少英不够心狠 下不了杀手 那就只有他亲自带牢了 兜兜转转一大圈 原来仇人就在自己眼前 自己还被他耍得像个憨憨 夏少英怒不可遏 当即护住师父 与古一峰决意死战 但可惜 在古一峰传他剩下三招时 他也把前九世交给了古一峰 因此 现在他俩算是势均力敌 甚至由于古一峰的 习武时间更长 对于后三世的研究更深 导致夏少英反而被他压着打 这样下去 岂不是都得交代在这里 上官正心急如焚 又突然间想起师父的教诲 白眉十二世 皆是以招破招 灵光乍现 上官正赶紧打精神 让夏少英听自己指挥 当夏少英双手背擒 上官正就让他金蝉脱鞘 直接反击古一峰胸口 当夏少英咽喉被攻 上官正就喊他神龙摆尾 一脚就把古一峰踢蒙 古一峰大怒 立刻用飞燕回巢 踩住夏少英强攻 关键时刻 上官正大喝一声 金刚倒立 夏少英照做 两脚分开古一峰两脚 然后卯足力气一蹬 只见那古一峰嘴角淌血 残叫声响彻天际 最后重重衰落在地 一命无辜 看来不管是什么密集 段子绝村巧这招 都是永远的神